维基百科说,秋葵健康营养,可消除疲劳,迅速恢复体力。 春座以三四月,秋座以八九月为余。 秋葵的吃法超简单,种植也很容易。 现在就来分享秋葵的吃法,以种植的方法分析。 滚水煮两分半,沾蒜末酱油吃。 秋葵切片,跟蛋搅在一起煎,秋葵切片,跟肉丝一起炒。 要种之前,我们盖上银黑布,以防杂草重生。 把银黑布剪开。 然后,挖一些泥土上来。 种植的要点,就是把肥料放在底部,十几公分的底部。 然后肥料再跟泥土搅拌。 肥料放在底部,让根自己去找肥料。 根就比较容易生长。 标上水,种植就完成了。 好,现在要来修剪秋葵的枝芽。 像这个侧芽,我们要把它剪断。 这里有一个侧芽,把它修剪掉。 这个不要的老叶,我们也把它剪掉。 不要的老叶,剪掉。 秋葵的叶子,被吃得很严重。 原来是,蝸鸟吃的。 那,蝸鸟我们怎么防治呢? 我们可以用香菸,把它剥开。 纸把它剥开。 撒在这个,枝干的周围。 让这个,蝸鸟不敢接近。 那,发现蝸鸟的时候,我们随时要把它抓下来。 避免它继续吃这个叶子。 秋葵今天开花,我们做了记录,看多久时间,果实会成熟。 秋葵从开花到可以采收,整整一个星期。 现在来说明,秋葵的采收。 秋葵有时候,早上不采收,下午就太老了。 有时候今天不采收,明天就太老了。 像这样的长路,刚刚好。 这个就太老了。 这个就太老了。 这个也接近太老了。 秋葵超过10公分就太老了。 另一个方法就是用指甲掐的进去,就没有太老了。 分享到此,谢谢。